99元 拥有完整股价 还有着庞大的身躯 并且还是咱们的运20 做变化而来的机体 喜玩色的Y20云胜这款机体 你可以看一看 那在待会儿动态区 也会安排同款福利 记得来参与 那我们待会儿动态区见咯 仅需99元的Y20云胜达到了 目前收到的是一个白盒 它大大小小的板件 共计24块 先来看一下红色板件 整体表面是做了磨砂化的处理 在边缘倒角的位置 并没有做得非常的锐利 但它的线条也是清晰可见 能看出它的锐度处理 依旧是与红色零件一样 并且C面的处理也没有肉掉 在水口位的分布上 个壁零件会采用到隐藏式水口 还有一大张的透明零件 不过在这个透明零件的 锐度处理上还是挺高的 边缘位置稍微点扎手 接着看到的是一板浅灰色零件 它的板件排布都是这种大小 然后在这个浅灰色零件上 会偶尔看到水纹的体现 并不是特别锐利的那种 但你要说它肉呢 细节又看得清楚 板件尺寸依旧是这个大小 能看到这个板件上的零件 都是挺大个的 对于弧面零件的刻线 它处理的也比较深 只是到了大块面的零件上 水纹是在所难免了 最后一种是枪铁色 这应该是它的骨架内构零件 从零件上看 它加入了非常多的闪粉 来营造出类似金属质感 对于像这种涡轮夜扇 还有点状的零件 它的细节处理都还挺不错的 该尖的地方也挺尖的 匀剩拼完之后 到头顶的高度约25厘米 到翅膀最高处约28厘米 单看整体的体块方面 比较接近 国产1比72比例的 合金成品尺寸 整体外观呢 走的是有点像超级细的风格 那由于本款产品 是以中国航天为主题 原型又是运20 那庞大的飞机 所以我们在它的外甲身上 能够看到一些运20的影子 比如说胸口的装甲 看上去会有点像是运20 机头的分离样式 而在肩部 又有着引擎推进器 以及两片硕大的机翼 老实说 如果不告诉你 这四款拼装模型 你甚至会感觉 它是不是一款变形玩具 那以官方的说明是 这款Y20云胜 机甲模型外观 整体以超现代 和未来化的形象为核心 融合中国传统文化 武胜关羽的神韵 机型态具 运20庞大体态 四个中国新发动机 完美融合到 机甲的肩甲和背包上 整体观感气势如虹 不过官方也有说到 这款机体 还融入了 武胜关羽的神韵 对此的理解 除了绿色 要么就是这一把 长度达到38.8厘米的 大刀上面 从它的刀刃位置 我们能够看到 有点官二爷 青龙烟月刀的样子 但除此之外呢 你要让我体会到 有关羽的神韵 似乎还是牵强了一点 那作为一款拼装模型 它带有独立的骨架 在骨架的表面 所呈现出来的质感呢 虽说是塑料成型色 不过它里面 又加了很多的闪粉 来营造出 类似金属的质感 那在关节与关节的连接方面 它里面都有采用到 赛钢零件 那有了赛钢件的加持呢 就会使得它的关节 变得非常的紧实 它的组合手感 是非常丝滑 并且它的边边角角 打磨的都是很润 不像一些 友商产品 做得非常之坚持 那它的细节呢 也没有落下 全身带有大量的刻线 并且这些刻线的线槽 挖的都是比较深的 即便是不剩线的状态下 也能够一目了然 那它的外甲颜色 都采用到了灰色和白色 仅仅只有一点点的黄色 作为点缀 表面都是呈现出磨砂的质感 那关于后方的液压感 都是一些造型件 它也不具备联动性 只能说也是个样子货了 看一下它的可动表现 头部可以正常的 左右大范围旋转 侧摆角度有限 抬头低头的幅度还可以 那在活动头部的时候 需要注意头顶上的这个零件 它的组合度是有点松的 在意的玩家可以把它粘死 胸部侧方的装甲 由一个球形关节固定 能够进行活动 肩部关节带有前后 上下的摆动功能 手臂的正常垂直旋转 没有问题 平举角度也能够超过90度 肩甲带有独立可动 大臂位置可以平转 手肘的弯曲超过90度 虽说主体都比较壮硕 但在肘关节的处理上 似乎单薄了一些 并且角度也没有达到 一个非常夸张的贴合状态 算是够用吧 手型连接小臂的是一个球形关节 活动性还是挺广泛的 手型的表现就很特别了 它并没有采用到 各种各样的造型手 取而代之的是一只 大拇指单独可动 四指连带的造型手 并且这四根手指 还是成弯曲的状态 有点意思 那在掌心内部呢 带有一个凸起 这个凸起可以用来 固定武器使用 你要是正常的握拳道 也就没什么关系 但是你想摆出一个开掌的话 这个手型就会有点 不太自然 腰部可以进行 大范围的水平旋转 侧拍角度有限 弯腰角度为一挡 前裙甲有一个球形关节连接 可以上翻 侧裙甲呢 是通过连接在这块板子上面 单独的一个可动 所以活动性还是挺大的 整块后裙甲可以上翻 调整角度 侧方展开的样式是呈固定磁的状态 并不能让外甲 闭合挡住这个绿色部分 它只能够向外来延伸 来扩大外甲的粘开角度 胯部带有一个下滑关节 我们目前是在上面一个挡位 它带有锁定位点 我们需要用力 给它解锁下来 再按压到下方的挡位 这样它就固定住了 不会乱动 随后我们再来前踢 其实整条腿能够踢得更高 只是被它的前裙甲给挡住了 关节的支撑力度很不错 再来看一下后踢 也是会被后裙甲锁干涉住 侧踢表现就比较OK了 可以超过90度 这个侧踢很牛 大腿带有平转 角度表现是很厉害 屈膝表现为两段式 能够让大腿和小腿进行贴合 在屈膝的过程中 小腿后方的液压感 会有个内收的小动作 这个角度表现是微乎其微 但它确实是有往内部收了一下 从而让整条腿达到一个 比较理想的屈膝角度 前方的脚踝装甲 可以向上抬起一点点的角度 后方的装甲 也有着微乎其微的可动表现 对于整只脚的可动表现 它只能够进行左右的侧排 它不支持左右的平转 上下抬动是有一点的 前脚掌倒是可以左右的进行侧排 同时还能够进行上下的抬动 接着来看到它一个硕大的背包 为了方便展示 咱们把它取下 对于内部做出了动力管的刻画 并在下方增加了两个喷口 内部也有点黄色分件 来简单的呈现一下内部的细节 到了外侧 有两个中国心的推进器 它们本身可以支持左右的反动 调整不同的角度 那在整个翅膀部位 它是做了一个上下扇动的轴型关节 并在此处增加了一段轴型关节 能够让整个翅膀进行上下的反动 那在这一处呢 它还支持一段轻微的向外侧摆动的关节 这个活动范围是真的很小啊 它本身带有一段裂开的结构 裂开之后里面会有绿色的透明零件 来呈现出像能量翼一样的效果 这处的设计是跟后裙甲有着翼曲同工之名啊 算是一点小亮点吧 那后方的辅助翼也没法活动 就是一个造型零件 表面的刻线也是比较丰富的啊 那对于整个大翅膀 它的一个可动性就是这样子了 那在它的裤装底部 我发现了一个插槽 但是本款产品它并没有附带地台 不知道官方后续会不会提供一个地台 给它作为辅助支撑一下 最后来看一下这一把长度达到38.8厘米的武器 刀刃部分采用的全是透明零件 有点能量刀刃的感觉 那别的地方都是不可动设计 中间的握把带有三个插槽 可以让手型固定在每一个挡位上 在最后呢 就是一个源头的棒子啊 这把刀就这样了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款V20云胜的全部内容啊 作为99元的一款产品 有如此大的体块 还带有独立的骨架 并且还往我们航空文创方面去靠 国产飞机运20作为机器的原型 而且做工用料还不错 主体的表现也比较扎实 对于能够接受这副外观的朋友 倒是可以尝试一下 那记得 待会动态区还会安排同款福利 记得来参与 答应我 这一次一定要做一个爱三连的V2BO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了 讲 字幕传统新了